Hello 大家好 Rei1です 好 这一次打算来跟大家稍微聊一聊啦 我们第二弹活动的话题啦 主要针对的当然就是我们第二弹的卡机 生龙祭 这个在之前的升方程中 就有提到了 我们的气息的后半段卡机 将会改成生龙祭 也就是说在其中的大奖 也会跟我们的去年年末的 的生龙祭啦 是同一个级别的啦 会是既限定这样子 那么在这一次的封面中 大家也看到啦 我那边就有写说啦 我们既限定的大奖 以及GTBOX 200% 似乎是稳了 这边大家就希望不要觉得我 标题聪动还是什么啦 因为是有原因的 而且我发现到这个原因 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所以我也忍不住想要跟大家 稍微分享一下 首先当然就是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是什么原因啦 那么 其中有三个点啦 首先就是我们的大奖啦 权力超世悟空 对应的敌人就是贝比嘛 这个是不用说的 因为这个权力超世悟空 说的台词 他的动画 当然动画也是有剪切到 邪恶龙片的一些部分啦 但是最主要几种点啦 还有就是他所说出的 那个决战中的决战 可以说是超最终决战这一季啦 就是在贝比篇上面 所提到的 那么在这么多年来啦 我们的气息限定大奖 跟传将的大奖 一定是敌对关系啦 至少这么多年来 从2019年开始啦 我们的梵天兄弟 就 跟这个G大部 诶 然后 2020年 我们的这个 体狼双人 跟这个权力大部 不过 体狼双人跟权力大部 诶 什么权力大部 sorry 权力的这个暴宜 这边啦 是有一点点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因为暴宜 其实是对上 极翼悟空 因为是被 极翼悟空 打到暴宜才对的 所以这边 有一点点的小牵枪 但是 这一个形态啦 或者他们两个联手 对应的敌人 就是 极翼是没有错的啦 这一点来讲 然后来到 2021年 我们的狗吉他 对上 18加年把 这个就很确定了嘛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么来到 去年 2022年 我们的支付纸 VS 核体扎马 他的亲子加利克炮 就是对着核体扎马 这一点也是没有任何错误 所以 通过这一点来看的话 我们这一轮的圣龙季季限定 会是被比这一点 应该是 可以说 蛮确定的啦 不过 官方会不会有一些变化不好说 然后在上一轮 上几天 不是官方有出那个 那个猜谜活动 目前成绩也已经出来了 确实 他的答案是 Super悟普 但是就跟去年一样 这个Super悟普 然后是因为 我们这一轮的 新限定卡 他的 我们权力悟空 在Standby SKILL的时候 会进入 Super悟普 and Super Saiyan Jin4 Sungo Go 这样子 所以官方就把它给做成一个图放出来 就如上一次 跟大家所提到的这样子啦 嗯 大家可以看到到 这个是他的解答 跟他的那一个答案 所以这方面来讲 应该是不会对我们的圣龙季有任何的影响 那么再来第二个点啦 就是我们这一次最新推出的 就是昨天啊 才刚刚推出的特别篇活动 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啦 应该说这类型在我们当下活动所开出来的啦 他们的任务啊 什么啦 都基本会跟我们的新角色有一些些的小关系之类的 像是第一回GT Hero 就对应了我们的权力超市悟空吧 然后龙子探寻者啊 其实也是GT Hero里面 或者说跟这个关卡故事相关系的 高速战斗的话 我们的超市悟空是有的 那么最重要的其实是 最后这一个有利类别 GT Boss 如果是出10%误补的话 他也是属于GT Hero 所以在这个类别上面 大部分来讲 我们这种最终情况啦 不应该是放到GT Boss出来的 所以通过这一边来看的话 我们GT Boss的队长 应该说GT Boss这个类别的角色啦 对于这一次的第二弹活动来说 算是蛮稳的 我们通过这一边来看的话啦 嗯 然后队长技会不会是GT Boss 老实说 不太可以确定啦 因为这一次我们最新的那个Baby啦 他的队长技是 复仇再加上恶逆肥道嘛 如果第二弹的 升龙技的季限定 他吹出来是 恶逆肥道200%或者复活200% 都不奇怪 但是我个人的偏向性啦 这个GT Boss的类别 会比较比重会比较大一点啦 因为悟空出来有GT Zero 然后Baby出来有GT Boss 这样做一个对应 会是比较合适的啦 嗯 OK 这个就是第二个点 那么再来第三个点啦 是最近才刚刚发现到的 而且这样一看下来 哇 真的是很有这个可能性喔 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告这一边啦 这个爆裂连血战 是不是没有想到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 只不过是在Twitter大佬上面 应该说 Twitter上面看到大佬发布之后 诶 竟然有这样一件事 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在2021年 我们的爆裂连血战 在企业的企业分限定 企业气息这个活动中 所开的爆裂连血战 对上的敌手 是斯帕加年法 然后传说降临记 所推出的是我们的斯帕加年法 没有错 然后2022年所推出的 爆裂连血战的敌手 是核体杖马 然后我们传说降临上面 所获得的就是核体杖马 那么来到2023年今年 大家看一下 这一次我们的爆裂连血战的敌手 是Ozaru Baby 那么我们的最新的传将既限定 会是谁 这边应该是可以说 三个要素都指向了我们这一位角色 那么Ozaru Baby 应该是跑不了了啦 所以我这边也没有敢说 我的朋友也不敢说一定吻啦 所以我说似乎是吻了 大概90%左右 希望观众不会让我们失望啦 呀 那么既然是会出Baby的话啦 我个人会蛮希望是做一个变身形态啦 就是从Baby 或者就是Super Baby 1 或者Vegita Baby 然后再生气Super Baby 2 然后再加上Ozaru这个样子 这是我个人的期望子啦 主要原因的话 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中啦 MO的Soo Baby 它会获得极限性觉醒 那么通过这一张的能力来看啊 毕竟是赛亚人杀手的能力嘛 然后他们的能力长相其实还蛮接近的 都是要有纯晒或混晒在 混血赛亚人在的情况下啦 很长它会变成是二号位角色 很难想象啦 会把Soo Baby做成那个扛在一号位的角色 所以这一次如果是可以推出新的Baby 然后又是能够扛在一号位的话啦 最好是能做到它会变身 因为这样子才可以跟我们的LL Soo Baby做连接 那么 那边Soo Baby 我是讲可能不太会啦 但是期望值 我还是希望官方可以把它做成一号位的角色啦 这样至少我可以帮把这一张跟它做连接嘛 哈哈 因为这张算是属于二号位的强角 然后 在我们的传说降临LL这方面啦 我广回找 有变身能力的角色啦 就是名字会变换 或者就是说可以跟变身前连接 换装系统那种我们不要算 或者交替也不要算 因为像 2021是有大特 未来犯 小特 小大特 交替成炒赛乌饭嘛 然后还有就是在前面一点的话 克林乌饭 然后换装这样子 然后酷酷达 交替之类的 如果不要我们排除掉这种是交替系统啦 换装系统之类的啦 上一张有真真真正正变身系统的角色啦 是我们2019年的这一个 鸡鸡鸡鸡鸡 传降L2老师说 是蛮久没有变身系统的 所以这一轮啦 对于这一张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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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毕竟难得等到一张新的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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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鸡 是否指向性就是走到我们的妹妹身上 大家也可以稍微留言讨论一下 因为这边我只能说90% 不能说到100% 毕竟我们吃伤会做出什么意想不到的行动 我真的是不好猜 最近的走势真的是 OK啦就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主要就是刚刚看到了 暴力连血战这边的情况 然后这一次 好像又有对应到 所以就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这次的影片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收看 拜拜